库鲁克塔格山 一位干旱之山 位于塔利木盆地东北渊 是神秘之地罗布泊的北方界山 历史上美丽的孔雀河 曾与它一路相依东流 滋润沿河的绿洲 在库鲁克塔格山南路 与孔雀河北岸之间的荒漠戈壁上 距禁新疆玉璃县东南 约130公里 有一处银盘遗址 是有一座平面称圆形的古城址 佛寺 农田和公共墓地 组成的汉晋遗迹 考古学家黄文碧先生曾推定其 为汉时的墨山国固执 墨山国即西域三十六邦国中的山国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 山国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西至玉璃二百四十里 西北市燕崎百六十里 西至微虚二百六十里 东南与善善且墨界 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枢纽要地 自1989年以来 考古工作者曾对银盘遗址 进行多次清理和抢救性发掘 出土的大量各类珍贵文物 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 汉晋时期 西域各地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 深受更为发达的汉文化影响 汉文化遗存大量出现在银盘墓葬中 出土的精美丝织品 寿字锦残片 明衣 漆器 铜镜 钱币 陶器等文物 反映出浓厚的中原汉地丧葬文化特点 银盘墓地15号墓 是发掘墓地中保存最好 最具特色的一座 墓主人为男性 头枕鸡鸣枕 面带麻痣面具 内着淡黄色绢袍 外着弘地对人瘦树纹 双面季袍 绢裤 鸡鸣枕 鸡鸣枕 长46厘米 高约8厘米 尚有对琴对寿 瘦面纹 和四方连续的曼草纹样 枕的两端各封有四半型花叶状绢绢 季袍 胶领 右针 下摆两侧开叉 红黄两色 精纬 织出重叠的平纹表里 红帝对人寿数文迹为袍面 淡黄色绢做里衬 纪面纹样布局规整 每一区由六组 以结满果实的石榴树为轴 两两相对的人物和动物组成 人物形象为男性 肌肉隆起 裸体卷发 高比大眼 均手持钝毛 做灰毛 刺激姿态 牛羊造型生动 相对或相背而立 前体腾空 后体着地 油背上有麦穗状纹样 羊身有卷曲花纹 整个图案呈现出希腊波斯 两种文化融合的艺术特征 这座墓葬的彩绘墓观赏 还覆盖有一块湿溶灾地毯 具有浓郁的西亚地区艺术风格 新疆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中介 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 这些精美的文物就是历史证据 在新疆哈密市巴里昆县大河乡一都 墨青乌拉山下 有一处长方形的古城遗址 因有一条地下泉水汇聚的大河 蜿蜒绕城 古名之为大河古城 20世纪80年代 考古工作者在大河古城 发探出一些陶器 石器 建筑材料 及少量钱币 包括唐莲花瓦当 莲花文式青砖 开源通宝等 经考证 大河古城系唐代古城遗址 为铸屯于此的伊吾君所铸 伊吾君为唐代北庭节度时 所下三军之一 公元630年 唐朝就在今新疆哈密设立伊州 这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军政机构 公元640年 唐朝在今土鲁番至西州 并在此设安西东护府 公元657年 唐朝统一西域后 又将安西东护府 进击为大都护府 之所以移至秋辞 公元702年 为了更好地治理西域 唐朝在亭州 治理北庭都护府 唐朝时期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大为加强 先后在新疆东部地区设置伊州 西州 西州 庭州 控制中原与新疆地区的交通 又以安西东护府监督 东西庭州西至岁叶的广大范围内 设立了众多的驿馆 封碎 以确保东西通道安全畅通 和往来商旅使者的时速 商客和使节经过西域 需持有过锁 说明外出原因 人数 身份等 审核后方可通行 通古斯巴西古城 位于新疆新河县 曾是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军屯中心 城中有大型粮仓 屯兵之所和关崖 城外有古渠遗存 还有沿魏干河古河岛 首尾呼应的八座古树堡 说明唐朝在西域的屯田 达到一定规模 在吐鲁藩出土的文书中 多次出现 一时一亩乙寿 一时亩永逸 济苏二代等内容 表明唐代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 实行了一样的军田制和苏庸调制 唐朝在西域采取 坚收并蓄的文化政策 一方面大力传播中原文化 唐风如俗在西域得到光泛普及 另一方面允许倡导各种文化并存 多元文化 汇聚交融各领风骚 唐朝对西域的治理 进一步紧密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内在联系 极大增强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火焰山山脚下 新疆土鲁湾市区以东 约四十公里处 有一处方圆十平方公里的古代墓藏区 为晋唐时高昌郡及高昌国时期重要的公共墓地 《阿斯塔纳古墓群》 1973年 考古工作者在对阿斯塔纳古墓群206号墓藏 进行保护性发掘过程中 发现七十余间隋唐时期的彩绘尼泳和墓泳 包括侍女泳 武济泳 宦官泳 武士泳 胡人泳 以及天王泳和镇墓兽等 其中有三尊保存相对完好的武济泳十分珍贵 它们是一组罕见的身穿绢衣的彩绘墓泳 出土于唐代墓葬中 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这组墓用制作工艺独特 头部和躯干分段克制 用墓条在井下交合 以便与组合成想要的动作形态 木雕头部彩绘面貌 面旁饱满圆润 眉间花垫别致 只碾成臂膀 外镯金捐小袖短茹 彩色长裙 高摇叶地 花薄披肩 悬绕井壁 三尊木雕造型精巧 衣饰华丽 或雍容大气或清迷风华 神态多样活泼 卷衣色泽鲜艳 三尊木雕体型奇长秀美 短如长裙搭配披肩的服饰风格 与内地别无二致 一中展现了唐代雕塑的 艺术水平和审美风尚 永 为我国古代墓中陪葬的偶人 以永随葬之俗 在战国末期已经十分普遍 随唐尤为盛行 自魏晋以来 特别是以图鲁分盆地为中心 建立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以来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原文化 深刻影响了高昌地区社会的方方面面 公元640年 唐朝设立西州 并设安息都护府 唐朝的各项制度 在图鲁分地区广泛推行 新疆地区与中原联系紧密 中原文化对新疆地区文化的影响 进一步加深 这方青石质地的墓制 背述高昌左卫大将军张雄 与夫人须氏 升平世纪 张雄祖籍河南 市居高昌 极力主张高昌与唐交好 唐朝一统高昌后 他的儿子张怀季张定和 先后任职为官 积极协助参加了唐朝中央政府统一西域大业 屈氏离世后 被唐朝此封永安太郡君称号 以包养张家两代人对国家的贡献 张雄逝世于公元633年 屈氏离世时已经是公元688年 相聚半个多世纪 二人合葬 娟一彩绘慕永 即为张怀季为母送葬时所致 零罗锦涓成衣 历经千年时光 仍旧鲜艳如新 再进了唐朝的流行风尚 见证了中华文化 在新疆地区的深远影响 罗布泊 我与新疆若羌县东北部 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元的苍茫戈壁中 人际汉治 被誉为死亡之海 二十世纪初 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 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 并倒作了大批汉文和驱隆文 木简 纸文书 几丝 毛织品等珍贵文物 这处遗址就是 楼兰故城 这是一座消失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古城 一致大致呈正方形 风华的城墙残垣 与周围的亚丹地貌融为一体 依稀可见泥土 芦苇 树枝等夯住的遗迹 一条古河道传承而过 将其分成东北西南两区 残毁的佛塔 关属 民居 烽火台等建筑遗迹 见证这里曾经的繁荣 也镌刻着岁月留下的沧桑 楼兰是西汉时 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据史记《大渊烈传》记载 楼兰公师义 有陈郭 林炎泽 炎泽是罗布泊的古称 公元前七十七年 楼兰更名为善善 善善王请求西汉 前一将 屯田击鼓 令臣得一起威重 汉朝帝便在 伊循城至都尉 行屯田 楼兰成为汉朝 经略西域的重镇 魏晋之时 楼兰称为西域掌使府驻地 在楼兰顾城遗址 出图过一封西域掌使转发西进的诏书 内容为西域掌使营写红炉书道 如书罗布 研会十一月念日 如诏书律令 说明西进的政令和法律 行之于新疆地区 而在楼兰发现的西进时期目减 有尽守势中大都尉 奉进大侯 亲近善善 燕齐 秋辞 书乐 于田王 写下诏书道 等字样 说明新疆地区各地方首领 备受晋朝官职 守西进统霞 自张谦通西域后 楼兰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枢纽 塔东通东黄 西北至燕齐 玉离 西南到若羌 且末 古丝绸之路 南北两道 在这里交汇 楼兰道上 使者相望于道 商旅 不绝于图 大约在四世纪中叶 楼兰城神秘消失 在此后的典籍文献中 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 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 愿将腰下剑 直为斩楼兰 黄煞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中不还 等词句千古流传 楼兰固城秘址被发现之后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 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 1998年 在楼兰固城移植以北的穆萨 以及银盘墓地 曾经考古发现数量不少的彩绘木棺 其中一具木棺长201厘米 宽50至59厘米 通高42.8厘米 棺深四周和棺盖上 会有树袋玉壁纹 云气纹 花卉 朱雀 玄武等图案 均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 这里还出土过大量 做工精细 色彩绚丽的汉井 商有 延年益寿 昌乐光明 延年益寿 以子孙等吉祥字样 无不显示着中原文化 对这里的浸润 在楼兰构成遗址出土的文物里 既有汉代的五珠钱 也有贵双帝国的铜壁 既有汉代的丝织品 也有波斯风格的壁画 甚至还有希腊 罗马 以雅典纳为图案的工艺品 以及陶器和漆器 证实了楼兰在中原与西域 以及更远的西方 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楼兰 曾经的繁华之地 化为荒漠中的残垣 但人类交流滑出的文明花火 依然放出耀眼光滑 1959年至1975年间 新疆考古工作者 对高昌故城北郊的 阿斯塔纳哈拉合卓古墓群 进行了十余次抢救性发掘 清理近代至唐代墓葬 四百多座 获得多种文字的大量文书 其中以汉文文书为主 多达2700余件 目前吐鲁番出土的文书 最早一件纪念为公元273年 最晚一件为公元778年 大致为十六国治唐西州时期 吐鲁番文书 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 几乎涵盖了进唐时期 军政 经济 文化 宗教等方方面面 包括福 贴 碟 撞等官府文书 审理案件的对岸辩词 行旅往来的过锁 以及反映民间租店 买卖 雇佣 借贷活动的各种契约 记载百姓户籍 田母 及富裔承担情况的首识等 还有大量中原地区流传过来的 儒家经典 诗文和启蒙读物抄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 郡县制在新疆地区确立 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 吐鲁番文书中可以看出 当时的高昌郡设有太守 下下田地 高昌等县 线下是有乡 礼 文书上收录的直观 有长使 司马 参军 主部等 其直观结构基本承袭自 中原地区汉近以来的制度 随着中原各政权 对新疆地区管辖力度的加强 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 得到广泛传播 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高昌国时期 用来教学的经史典籍写本残卷 如《毛诗》 《论语》 《孝经》等 反映了新疆地区各民族 积极学习汉文化的情况 阿斯塔纳第313号目出土的 《义西元年》 《新卯抄本》 《孝经节》 《残卷》和《哈拉合卓》 91号目出土的西梁建出四年 秀采对策文 则反映了儒家思想 在高昌地区的广泛影响 唐西州时期形成的 吐鲁番文书数量最多 反映新疆地区 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内容 十分丰富 涉及政治制度 儒家文化 书法 医学 服饰 丧葬习俗等诸多方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所藏的唐律书役 名利律残卷 尚有西州都督府之印 这是唐朝政令 在新疆地区施行的实证 1969年 阿斯塔纳第263号目 出土了一件 《唐锦隆四年》 《论语》正式著文书 作者补天寿为西州学童 年方十二 他不仅手抄论语 还创作一首 《写书今日了》 先生莫贤迟 明朝是假日 早放学生归的打游诗 说明当时新疆地区 与中原同样是有私塾 学习同样的经典 书写同样的汉字 图鲁番文书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 纸质档案之一 真实记录了 晋唐时期 图鲁番盆地社会 生产生活的诸多细节 是中华文化 深知于新疆地区的 历史缩影 在新疆拜承县东南 六十余公里处 穆扎尔特河谷北岸 明屋塔隔山的 山岩峭壁间 有一处大型石窟群 数百个洞窟依山而建 高低错落分布 是清代学者徐松 西域水道记中提及的 有圆山法象 尚存金壁的千佛洞 克兹尔石窟 魏晋时 秋辞是新疆地区的 佛教中心之一 早窟造像塑画之风盛行 始早于三世纪的 克兹尔石窟 尤为历代秋辞王重视 持续建造的时间 前后长达数百年 直到八至九世纪 才逐渐停建 克兹尔石窟 是我国以至开枣最早 地理位置最稀的大型石窟群 开枣时间早于敦荒墨高窟一百多年 以编后石窟二百三十六个 有数十棵石窟残存精美壁画 壁画总面积超过四千平方米 石窟前站道若旋 曲折回环 从地面伸向板壁的石窟入口 枯前广场上 矗立着一尊高约三米的人物雕像 雕像中的人物身着佩搏做凝神镜丝状 是我国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高僧 纠摩罗石 克兹尔石窟有着独特的 中心住窟式造窟形式 由于题材内容丰富 艺术风格独特的壁画文明于是 这些壁画线条紧近连绵 明怀流动 墨测和水分运用 活泼酣长 人物形象 绰约传神 既先建出中原绘画艺术传统特征和气质 又融会了古印 琴陀罗 波斯等艺术风格 同时保留了鲜明的秋瓷地方特色 形成独特的秋瓷风 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坚柔变序 在克兹尔石窟壁画中 占据突出地位的 占据突出地位的是大量反映秋瓷流行上作部佛教思想的故事画 其中佛本身故事画不仅数量上远超我国 敦煌 龙门 云港 三处石窟的总和 而且有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画师将反映佛教经典的故事按意图以故事的方式绘在一个个灵形的画面中 布局精巧 草性独特 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平 克兹尔石窟不仅是佛教文化的艺术宝库 也是一部新疆地区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克兹尔石窟的壁画记录了千年前秋瓷生产生活的内容 这是克兹尔石窟一百七十五号窟的二牛台杠图 两头老牛低头甩尾 和他一根木杠 共一离二根 离后的农夫一手扶离 一手扬鞭 这种在《汉书石货志》中记载的 出现于中原地区的先进离根方式 被屯田士兵带入秋瓷后 打打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同样出自一百七十五号窟的耕作图 描绘了两人手挥行刺坎土曼的农具《袍地》的场景 在克兹尔石窟的壁画中 还有制陶罐 烧陶器的场景 也有商旅赶着满载货物的驴 骆驼 牛的画面 千年亦过 历经沧桑 近代以后 克兹尔石窟大量珍贵文物 都被外国探险家盗走破坏 我们只能从残存的斑驳丹青中 品鉴佛教文化的韵味 感受中华文化多元慧荣的魅力与光华 新疆火焰山 位于吐鲁帆盆地的北渊 有红色沙盐构成 形如一条东西横漠的赤色巨龙 由于地窍运动与河水切割 火焰山腹地留下了许多沟骨 土玉河即是其中一条 土玉沟位于火焰山山脉东段 大提成南北走向 这条长不足十公里的沟骨 却有丰富的历史遗寸 其北侧是苏北西文化遗址 南侧入口是土玉沟村 而在土玉沟村附近 还有一处著名的佛教建筑遗址 土玉沟石窟 土玉沟石窟现存九十多座洞窟 分布在土玉沟南端东西两侧的断崖上 有编号洞窟四十六座 仅九座洞窟有壁画一寸 在沟骨两侧山坡上 海散布一些地面佛寺遗址 土玉沟石窟始遭于五世纪前后 此时佛教已经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之一 开始出现了本土化的趋势 作为新疆地区佛教中心之一的高昌 草窟塑像之风盛行 土玉沟崖遗址 西距高昌故城不过十余公里 有着优良的草窟条件 因此成为高昌国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 唐朝时 土玉沟石窟被称作丁谷寺 据西周图经记载 其四击一山垢 魁眼书界 雁塔飞空 红梁隐汉 可见当时这立佛法新盛的景象 十到十一世纪时 魁湖僧人还曾在此拯救寺院 至十五世纪 土玉沟石窟逐渐废 2010年 考古工作者 对土玉沟北部石窟 和南部一处地面佛寺进行发掘 发现了保存有壁画的两座中心住窟 还清理出包括枯前殿堂 地面 阶梯等在内的一些重要的枯前遗迹 发现数十条回湖文 汉文和婆罗米文题记 并有大量文书 捐画 纸画 纺织品和精美壁画的 土玉沟东区北部枯群发现的中心住窟 以土坯包起 四面依山体 用土坯累计成墙 地面以方砖铺久 这种以中心住窟为中心的洞窟组合 明显是受了秋寺石窟的影响 这份出自土玉沟石窟的经卷长达三米 主要内容为大乘佛教经典《维摩级所说经》的一部分 其正面是汉文 反面是回湖文 是特别珍贵的双语对异佛经 1981年 土玉沟石窟曾出土过一份《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 出土石高16.5厘米 长19.5厘米 残缺近三分之一 仅存十行捐秀文字 是目前《大唐西域记》写本中年代最早的写本 2011年底 考古工作者还在土玉沟石窟发现一卷 《大般若波罗密度经》的翻译残本 卷头提名由三藏法师玄藏奉诏义字样 是玄藏翻译后的佛经回传西域的有力证明 在土玉沟石窟出土的遗物中 有近万大小残片的文书 其内容以佛教洗经为主 还有世俗文书和古书著文等 文字则以汉文为主 也有素特文 婆罗尼文 藏文和回虎文 一千多年来 由于各种原因 土玉沟内众多石窟寺早已褪去昔日光泽 但它留下的文书 壁画等 依然显示出这里曾是佛教西来东王的重要节点 白日登山望风火 黄昏印马 磅礁河 唐代世人李奇故从军行中的礁河 位于新疆土鲁藩世西的雅尔乃兹沟中 雅尔乃兹沟是远古时代 由于洪水冲刷而形成的一道河谷 经过数千年的冲石 在河谷中央留下一个长约1650米 最宽处约300米 平面呈柳叶形的河心周 四面崖岸碧壁 被移到100米宽 约30米深的河谷所环绕 郊河故城遗址 雄聚其上 郊河故城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 曾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车师前国都城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 车师前国 王治郊河城 河水分流绕城下 故号郊河 郊河故城地处丝绸之路要冲 是连通天山南北的枢纽 也是沟通内地与西域的门户 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为历代中央王朝所着力经营 西汉时 中央政权即在此设立郊河壁 唐朝在吐鲁番至西州后 郊河故城归属西州至下郊河县 唐室西域最高军事行政机构 安西都护府出治时 府至即在郊河故城 郊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 保存的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 现存城址规模大体为唐代遗存 官属 民居 庙宇 塔林和手工作坊密布 人们采用检地留墙法 下挖院落 掏洞为室 面向通道的一面不设窗户 民居庭院均有土墙包围 形成一个个房区 布局与唐代长安城相仿 1961年 郊河故城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 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房中的一处遗址 郊河故城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它就像一叶小舟记录着历代中央政权管辖治理西域的历史 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气质和魅力 整块胡杨木刻挖成的音箱和琴景 三角形发音孔位于音箱底部 一根加工好的橙柳棍上 灯具穿着五个小支 阳长衣制作的琴弦仅存一根 弦杆上仍留有五道明显的忌弦痕迹 这具现存于图鲁藩博物馆的木质树空喉 由音箱 井 咸干和咸四部分组成 是世界上发现保存最完整的空喉食物 2003年4月 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图鲁藩阳海古墓里发现了它 它也成为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热舞交流的一个时政 空喉发源于西亚 汉市经新疆东传至中原 据后汉书记载 汉陵帝好胡床 胡坐 胡饭 胡空喉 胡笛 胡舞 京城贵起 皆境为之 汉末时 演奏空喉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宫廷和民间 与此同时 中原地区的乐舞艺术对西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汉细菌公主原家乌孙时 将中原乐器琵琶带到西域 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音乐交流 解忧公主长女帝使喜爱中原音乐 曾专门致京师学古琴 帝使与秋辞王将宾返回秋辞时 汉玄帝特异 赐以车技旗鼓 歌吹数十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 经过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出自今新疆库车的秋辞乐 响与中原 成为唐以后 央乐的基础 生于秋辞的音乐家苏之婆 将秋辞乐律 舞丹基调理论 传入中原地区 推动了中原乐律理论的变革 对宋词 原曲 乃至戏剧的发展 都产生了深渊影响 隋唐时期 于田乐 高昌乐 秋辞乐 胡玄舞等新疆地区乐舞 走进宫田 出现了女为胡妇学胡庄 寂静胡音 舞胡悦 和洛阳家家学胡悦的圣经 玄奘在大唐喜悦记中称秋辞为管弦纪悦 特善诸国 在河南安阳出土的 北齐黄又瓷扁湖上 会有一幅胡舞图 图中 胡府舞者 舞姿灵动 乐人或以琵琶 横底伴奏或几掌而歌 这种汉虎共舞 乐器混边的情景 生动反映了西域与中原地区 日舞的传播交流与融合 胡玄舞是当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 出名诗人白居易在胡玄宇一诗中 生动描绘的胡玄宇的长袖善舞 胡玄宇 胡玄宇 心应弦 手应骨 咸骨一声双秀举 回血飘摇 转捧舞 左玄右玄不知痞 千杂万周 无以时 细雨 歌舞 音乐 风靡精诚 秋此乐 居宫廷十部乐中的四一乐之首 据随书音乐志和新唐书李玉之记载 秋此流行的乐器有树空喉 声舞 碧力等十几种 它们所使用的新疆地区流行的乐器 与中原乐器融为一体 逐渐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乐器 西域乐舞与中原乐舞的西影空谷 交流交融 丰富了中华艺术的保护 这尊造型奇特的雕塑 位于阿斯塔纳古墓群景区内 是以一幅1965年出土于阿斯塔纳墓葬的捐画 福西女娲图为原型创作的 捐画图片曾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社会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试刊号首页 这幅福西女娲图 捐画 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据考古证实 会于公元651年 其纵长220厘米 横宽116.5厘米 画面上女娲发疏高际 两腮涂红 额间有花垫 右手直规 福西头腕方筋 斜插长簪 左手持举 两人头部上方会日行 蛇尾香蕉之下会月行 日月各有十一颗大星环绕 单语形象四周 也有大小不一的圆点 或散步会以短线相连 勾画出星球排列之状 充满神秘色彩 从二十世纪初至今 阿斯塔纳古墓群 出土过数十幅 福西女娲图 这些福西女娲图 主要出现在 夫妻合葬的墓中 一般用木钉定于木顶 画面朝下 少数画被折叠包好 放置于死者身旁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 福西和女娲是人类的始祖 创造了万物 二人通婚 繁衍人类 福西女娲图中 她们相拥交构 手持规矩 与星辰宇宙间的画面 表达着生命延续的主体 也象征着古人 对于宇宙天元地方的认知观念 以福西女娲图 作为随葬的习俗 最早兴起于 汉初的中原地区 东汉时达到鼎盛 以福西女娲为主题的 专画 食客及随葬品 在全国多地均有发现 未尽至唐食 这种丧葬习俗 流行于新疆图鲁藩地区 自西汉统一西域后 高昌便是屯田重地 从公元460年到公元640年 以图鲁藩盆地位中心 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 高昌国 新疆地区各民族 长期共同生产生活 相互学习借鉴 经济文化的交流交融 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 大量福西女娲图中 一些福西女娲图为深目高鼻的湖人形象 另外一些图为汉人的形象 汉湖两种风格的同时出现并存 说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在祖先认同上 与中原地区达到了高度一致 福西女娲图是新疆各民族文化 只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历史见证 1983年6月8日 在广州香港山施工了三年的推土机 突然安静下来 因为政府基建部门要盖宿舍大楼 这座海拔五十多米的石山 已被削去了三分之一 当施工人员平整这块地皮时 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一位工人的锄头挖到了一块硬物 当他低头看去 铁橱下竟是巨大而又整齐的大石板 石板向周围延伸 一块块连成一片 工人们沿着石缝往下挖 下面漆黑一片 似乎下面是一座巨星的地下建筑 赛场的人议论纷纷 他们猜测着石板下面的东西 有人怀疑下面可能是地主老财藏宝的地方 还有人怀疑下面是日本侵华期间的秘密军火库 好奇的工友准备用铁锹撬开 这时负责此地基建工作的邓亲友走了过来 他俯身往的洞里一看 发现有一些隐隐缺缺的东西 顿时大吃一惊 他猜测这是一座古墓 于是叫停了施工 迅速将此事报告给当地的文管部门 7月9号我们接到了当时邓心友的一个电话 说是 我开发基础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大洞 我们过来看一下是不是文物派过来 十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黄淼璋 陈伟翰 贤锦祥收到消息后 急匆匆地赶到这里 能找到的东西 我带他们去看 一看我们三个人马上走 这里就是一个 在考古界 根据生土与手土的不同分布 就能断定是否是墓葬 生土是自然形成的原生土壤 颜色均匀 结构细腻 手土是经过人类翻动过的土 颜色不均 质地疏松 黄淼璋依据这样的标准推测 这就是一座古墓 当发现古墓呢 我们第一要求找到古墓的墓边有多大 按照墓葬的发掘规程 首先寻找这个疑似墓葬的范围 但是我们一找这个墓边呢 东西一找七八米 没到边 一找到十来米才到边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再往南北又找 又是十来米才找到边 哎哟 当时我们就在想 这是谁的核木啊 那么大 这个在此之前呢 我们广州是没有发现过这样的 那么大型的这种墓葬 石板是红沙岩气城 一共有二十多块 面积近百平方米 它身藏在香港山腹之中 石板距山顶有十八米 位置极其隐蔽 考古人员推测 拥有这座墓葬的主人 一定是一位身份显赫 位高权重的人物 那么这位墓主人是谁 在什么时期建造的呢 广州发现用石头来砌墓石的 是明朝 所以当时我们第一个印象就觉得 这种墓葬是明代的 汉代的墓葬都为墓果墓 或砖石墓结构 到了明朝才有石石墓 因为广州的明代墓葬 石石八九是用岩石砌成的 所以考古人员认定 这最有可能是一座名墓 黄淼璋为进一步了解 这座墓葬的情况 他透过石板的缝隙 往黑洞里看去 这时一件似曾相识的器物 让他疑惑起来 一件汉代的铜顶 引起黄淼璋怀疑 难道说这不是一座名墓 而是一座汉代的墓葬 就站起来跟陈伟汉 跟闲警相说 喂 看起来不像明墓 好像有汉代的东西在那里 广州汉代没有发现过石石墓 所以就很纳闷的人 就说 咦 这就很奇怪了 就说 他在笑 明明这个结构都是明墓 应该是明墓 明代也有人放汉代的东西放出去 依据建造墓葬的时间 晚间的墓葬有可能埋藏早期的器物 如果说明朝墓葬里发现 汉朝的铜顶也属正常 但是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 是民像是民墓 但是又想不出 就说他什么身份 能够建造这种墓葬 所以很矛盾 广州古称攀鱼 曾是三朝始祖的古都 西汉时期 兆陀在此称帝建立了南越国 南越国共存在93年 历经五代君主 明朝末年经时顺天府失线后 明朝宗室曾在此建立政权 然而好景不长 只维系了18年 无论是明朝还是汉朝 岭南属边陲之地 修筑如此巨大而考究的石墓的 应该是岭南的头号人物 而这座巨大墓葬 到底是谁的呢 如此重当的发现 让三位考古队员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他们打电话通知到 广东著名的考古学家 麦英豪 他曾参与过700多座墓葬的发掘工作 在岭南考古界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正在省文化局开会的麦英豪迅速赶到 他掏出手电往里面一看 发现里面一堆凌乱的器物 其中一个大号的铜顶和几件陶器 格外显艳 麦英豪很快辨识出 这些都是西汉早期的器物 如果说这真的是一座西汉的墓葬 那么这个时期的广州 谁会有这样规模的墓葬呢 此时的考古队员都静静地看着这座墓葬 思索着墓葬的主人 而在他们脑海里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这就是消失了两千多年 将广东乃至岭南地区 带入先进文明社会的南岳王赵陀 他是秦始皇的贴身侍卫 被委以重任平定岭南 他身为一个小小的县令 却摇身一变成为国王 他身居湖口67年 却总能化险为夷 一个古国的兴衰是五代国军的密室 消失的古国南越国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 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当时的秦帝国版图上 只有被匈奴占据的北方 和被称为蛮夷之地的岭南 尚未征服 北湖南越的存在 给一心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带来极大威胁 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决定出师岭南 任命太位图虽为主帅 率领五十万大军 兵分五路 平定领南 而当时的副帅却是一个年纪21岁的青年 他就是赵托 赵托19岁便成为秦始皇的贴身侍卫 由于能力出众 且带兵得力 年纪轻轻的他 获得了南征的机会 远征岭南 秦军最大敌人便是当地土著 最初的时候 在装备清凉的秦军面前 岭南土著节节败退 兵临瓦解 原来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 秦军将领徒虽 推行秦王朝的暴政 给越人采取歧视和高压的政策 那个秦军犯了很大的错误 他打下来以后乱杀人 抢东西乱杀人 最后就把那个越族的首领也给杀了 土虽杀死西欧族首领 引起南越人的极度愤怒 他们改变策略与秦军对抗 岭南这里到处是森林 到处是河流 还有深山 就跑到山上去了 我打你不够 我跑跑 藏起来 晚上出来了 骚扰你 游击站 骚扰你 而且呢 搞到秦军狼狈不堪 就晚上他都不敢脱掉军府 在一次偷袭中 土虽被刺客杀死 土虽之死 使得秦平南越的计划受到重创 而更为致命的问题是秦军的补给 当时秦军要运粮食过来 从中原翻山越岭弄来 很麻烦 补给很困难 当时秦军的吉养都是从陵北通过陆路运往陵南 高高的无岭山脉成为秦军难以逾越的屏障 在久功不克 手无后援的困境下 秦军不得已重新调整作战计划 选择秦为任肖代替被越人所杀的土虽出任主帅 并在广西开拓林渠 沟通了长江与珠江的水系 保障了秦军的后勤攻击 而此时的赵驼仍为副帅 却在随后的战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以前秦国土虽为帅使 因为采取了歧视越人的政策 招致杀身之祸 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南越的任务 第二次来他已经第一次有经验了 他吸取了前任的冒进的教训 步步为因 打下一个地方秦军就派人守着建立秦官 也采取一些对当地的越民安抚的措施 不是说要斩尽杀绝或者抢你的东西 在赵驼的建议下 任肖公开宣称大军尊重越人的习俗 只要肯归顺 一切都可以照旧 任肖和赵驼兵不续任地取得一个应一个的胜利 许许多多的越族部落纷纷前来归顺 最终将岭南纳入到秦帝国的版图当中 公元前214年 秦军平定南越后 按照秦朝的郡县制 共设立了三郡 分别为南海郡 象郡 惠林郡 由南海为任肖总管三郡 令南越族地区从此正式化归秦的政治版图 南海郡 一个是桂林郡 一个象郡 南海郡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广东的大部分 不是全部大部分 桂林就是现在的广西的大部分 象郡在雷州半岛跟越南北部那一片地方 就是象郡郡 公元前209年 秦二世的暴政 催发了陈胜吾广为首的农民起义 六国后裔们也长迹起兵造反 秦都咸阳因来重重围困 陈胜吾广这么一个挖田的一个农民 都说了叫王后将像 你有种我想这个天下很可怕了 已经最底层人都有这么雄心这个壮志 而且最底层人连死都不怕 这个帝国的叫灭亡是一个必然的 公元前206年 在各路起义军的围攻下 大秦王朝宣告灭亡 面对中原混乱的局面 任肖选择的隔岸观火 画地自首 只可惜这番构想还未能付出行动 就已经并重垂危 为了实现自己的构想 任肖想到一个人 因为这个人必须有管理郡县的经验 而且他有战争的军事才能才行 在那种很复杂的历史情况下 他就想起赵佗可以当这个重任 所以就在这时候 他紧急召见他的心腹 和他的德力干将赵佗 从龙泉过来 临死前任肖恍声接到皇帝赵书 任命赵佗为南海郡位 将权力移交给赵佗 秦朝覆灭后 以身为南海郡位的赵佗 派兵封锁了所有通往中原的通道 举兵自首 牢牢控制了南海郡的局势 等着稍微安定的时候 他就在这里 就公元前2004年 他在这里建立了南越国 中原还在出汉乡城 他在这里就建立了一个南越国 赵佗立国之后 实行有利于岭南发展的 合集百岳的民族政策 并引进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 使南越国国力逐渐强盛 这位南越王朝的缔造者 搜刮了许多奇珍异宝 供自己享用 此后又带入陵墓 赵佗申孔将来陵墓会被人盗掘 甚至抛尸荒野 于是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得非常缜密 将坟墓深藏于广州附近的山腹之中 一座石山被削平 却惊现一座古墓 在此之前 我们广州市没有发现过这样大型的汉墓 考古现场发现地印 一带国军浮出水面 这颗金印 印文是什么 这个印可能就是能够反映墓主的身份的了 他是秦始皇的贴身侍卫 被委以重任平定领南 他身为一个小小的县令 却摇身一变成为国王 他身居虎口六十七年 却总能化险为夷 一个古国的兴衰是 五代国军的密室 消失的古国 南越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根据当时的形式需要 广州市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 下设考古组 考古组从那时起 就常年跋涉在广州市郊的青山绿水之间 苦苦寻找南越王赵佗的墓葬 但最终都毫无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成立了考古队 我们成立了考古队 也把找南越王墓的珍宝 作为文物考古队 文物调查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犯了一个 方向性的一个错误 也可以说 就是我们认为南越王墓 可能会离广州城区稍微远 就二三十公里 或者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那些山岗去找 结果没有找到 这座深埋香港山腹之中的墓葬 位置如此隐蔽 不得不让考古队员猜测 这极有可能就是南越王赵佗的墓葬 兴奋不已的考古人员 争相观察这座墓葬 一位细心的考古队员 透过石头缝 还能看到一道墓室门 但这道墓门的状况 很快又让他心灰意了 看到一个惊人的景象 就是这个墓有两道石 第一道石头打开 倒下来 里面的很多土 陷进来 哎呀 当时他就说 不好 这个墓被盗 古代墓葬一般石墓九空 汉代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 墓葬被盗的可能性最大 本来是非常高兴的 发生了一个大墓 突然间看到那个 趴在那里看到第一道石墓 倒了 整个好像跌进了冰箍 一样 凉了 真糟糕 倒墓葬又走到我们前面去了 并且根据文献记载 赵陀死后几百年 就开始有人盗绝 吴国的开国皇帝孙权 是中国著名的盗墓皇帝 被誉为古代帝王盗墓第一人 他亲自坐镇 在东吴全境掀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盗墓运动 几乎所有的大墓巨种 都被他挖掘一空 南越王赵陀去世三百多年后 孙权尔文他的墓里 陪葬了很多奇珍异宝 于是就派将军吕渝 带上几千名士兵 千里迢迢 跋山涉水来到广州 他们打着官方旗号 明火之杖 倒挖起了南越王墓 我们广州地区 也是中国盗墓非常厉害的地区 陆河的盗墓很厉害 长沙的盗墓很厉害 西岸的盗墓 广州也是 广州我们在之前发现了很多 汉代的近代的墓墓 大叫大 几乎都被盗 木果木必盗的那种 几率比较小 因为它木果是木头的 它埋下去以后 那个木头腐朽了以后 它整个木会塌下来 一塌下来以后的话 那就没有空间在里面 所以就比较少几率地被盗 但砖石墓的话 是大部分被盗过 香港山墓葬是典型的石氏墓 它是否已经被孙权盗过了呢 考古队员们都忧心忡忡 而在现场的考古学家 麦英豪认为即使被盗 也有可能留下一些陪葬的器物 或许有些器物 对于确定木主人的身份 有所帮助 在这个时候老麦说 这样吧 我们还是要派人向着侦查一下 白天不行 白天太多了 工地很多了 我马上派人向着去看一下 深夜 工人们都已经离开了这里 静静的香港山工地 只有麦英豪和几个考古队员 一场夜探古墓的行动即将开始 墓顶上是一块块巨大的石板 很显然 想要搬开石板是不可能的 只有从石板缝隙进入古墓 但这道缝隙只有三十几厘米 想要钻进去并不容易 它这个三角形的 最快那种三十厘米左右 反正瘦的就刚好 就可以下去 太棒了 这时考古队里一个瘦小的队员 站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考古队员黄淼章 他自告奋勇准备独自进入墓杂 厚厚的石板将墓室上下的历史 隔开了两千多年 石板下的墓室阴沉黑暗 谁也不知道阴阴森森的墓室中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黄淼章下去之后 会不会遭遇危险 那个史书的记载 那个秦始皇陵里面是有的 所以放了一些炉 一下去盗墓人 如果小心碰到那个 就射出来 就是叫诡戒 又叫一触即放 一触他就挤出来 很快考古队找来了竹竿 绳索 手电筒等等用具 把绳子捆绑在黄淼章的腰上 将竹竿慢慢到达墓室的底部 黄淼章一上去以后 大叫起来 不得了的说 一进来的时候 大家发现的味道很难怪 这种一种很腐烂的味道 一看着就是给它阴森的感觉 黄淼章看到他脚下散落着青铜器和陶器 在头部的石壁上还发现很多卷云纹 它们的色彩艳丽像是刚画上去的 随后他拿着手电往前走 进入到牧师东侧的一间房子 东侧市是用于存放乐器的地方 在这里黄淼章惊喜地发现 地面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些边中和边庆 其数量有二十多组 这在广州历史上还是首次发现 而这些器物的发现也证明了 这位牧主人身份显赫 在中国古代 边中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 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边中边境的发现 证明此牧葬的主人 必定是一个王侯级的人 看完东尔市 黄淼章又发现 与东尔市相对的还有一个房间 这是牧葬的西尔市 在这里他看见两具训人和一些陶具 看到这里 黄淼章异常兴奋 他知道这座大墓还没有被盗 从我的经验来看 这个墓没被盗 保存非常完好 而且呢 潜在来的 南越王赵陀墓丧隐蔽之身 为后人众所周知 这座保存完好的墓 很可能就是赵陀的墓丧 赵陀以老谋深算组成 在逝时就对自己百年之后的深厚事 已经有了打算 他让自己的心腹重臣 乘上吕家 挑选了一匹得利人马 在南越国都城郊外的广袤地带 秘密开凿了一种几十处 再从中选择一个地方 作为自己的埋伏 史书记载 他死的时候 南越王赵陀死的时候 整个潘移城 四个城门都说出帐 就是连续几天 就是出兵 实际上装着赵陀遗体的棺材 哪天出去了 哪个城门处 当时就没有人知道 赵陀陀陀末的反盗手段 极具迷惑性 也相当成功 成功地迷惑了历朝盗墓贼 甚至把盗墓皇帝孙权 也带入了迷宫 最终也未找到 南越王确实是做得非常隐蔽 他早就打好了跟后世 抢夺珍宝的战 所以找不到 他反而就给李南造了一个很大的历史的迷雾 香港山古墓埋藏如此隐蔽 它是否就是两千多年来 被无数盗墓贼苦苦追寻的南越王赵陀的墓葬呢 没有实物的证据 墓主人的身份也只能是推测 黄淼璋从墓室出来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从东尔市取了一个铜边钟 从西尔市的过道口取了一个桃灌盖子 幽军前世拿了一件大玉璧 边中里面拿了一件 还有拿了一个玉璧 玉璧也是显示他的身份 他以后就找了一个比较典型的陶器 陶器用以断代 玉璧又是典型的王者赔葬品 就凭这几件东西 经验丰富的老专家麦英豪就可以断定 这是西汉时期的一个王墓 可西汉时期的广州唯独只有南越王 历代记载南越王共存五世 那么这五位南越王究竟是哪一个呢 是否就是人们期待的南越王赵陀呢 这座从未被挖掘过的古墓 是研究南越国历史的重要依据 市任广东省博物馆馆长的麦英豪 亲自非赴北京汇报申请挖掘 在经过国家文物局 以及国家领导的批准下 考古挖掘征兆顺利拿到 这已经是最高规格了 再也找不到比它更高规格的了 一般国家文物局批了就可以 但是我们这个还弄到国务院去了 国务院的两个副总理批准发掘 成为香港汉母考古队进行发掘 1983年8月25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由广州市文馆会 广东省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三方组成的考古队 纷纷涌到香港山工地 一个震惊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 正式开始发掘 按发掘的程序 首先将整个木道发掘出来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斜坡木道 长10.46米宽2.5米 当考古人员清理木道时 却发现一面填埋了大小不等的大石块 木族为了防盗 填了很多很多的大石头 石头是不规则 这是乱填的 乱填的这一块那一块 而且不规则 所以你要盗木 从木道里是很难盗的 你把这块石头挖完了 那块大石又挡住你 那块它不规则 它是乱放的 由于它填了太多太多的大石头 重量太深了 这些石头 防盗的石头 把第一道石门 给避开了 太重了 由此考古人员终于明白 当时那道木门 为何会倒在地上 是因为石门被木道的石头积压 而将木门压塌 并不是盗木贼破坏所致 考古人员将石头清理完 发现在距离牧室门口 四米左右的地方 开始转为平底的树坑 就在这个树坑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 棺果及两个殉葬人的灰痕 这种于牧室之外 就残棺果殉人的汉墓 在广州乃至岭南 属首次发现 国内下层排列的 17件大陶翁 其中三个 让考古人员异常兴奋 陶翁上面有个英文 在那里叫长乐宫器 这说明什么呢 汉代有长乐宫 我们这个南越国 也有长乐宫 长乐宫是汉高祖刘邦 在长安所建的第一个宫殿 汉出刘邦再次接近群臣和诸侯 赵驼自立为南越武王之后 仿照刘邦在长安所建的 长乐宫和魏央宫 营造了自己的宫术 那些印有万岁未央 长乐宫器四样的陶器 表明南越国宫士百官 同志京师 也就是说南越国的一切 都仿效汉高的政治体制 香港古墓长乐宫器 戳印的出土 无疑向发掘人员昭示 牧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一度 建号南越武帝的赵驼 或其家族中的某一位王 但究竟属于哪一代王 一时还无法作出结论 史料记载赵驼活了103岁 因为他活得太久了 以至于他的儿子都死了 留下的王位只好由其孙子赵胡来继承 赵胡继位后 史称南越文帝 赵胡是第二代南越国王 在位近十几年 公元前122年病逝 那么香港山发现的古墓 会不会是赵胡的呢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 麦英豪曾著文讲述 1916年5月 广东台山人黄奎石 在广州市东山归港 买下一块地建筑宅 在挖底基石不经意地发现了一座 大型西汉木果墓 此墓中出土了铜器 陶器和玉器等许多随葬品 墓果板上刻有 辅一辅二辅五辅十辅念等文字 从出土的陶器 铜器等上刻有的文字 看可以断定为西汉初年墓 正是南越王国存在的事件 此事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当时的整个中国学术界 许多研究者认为 这就是当年孙权派吕渝将军来广州 巡而未获的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胡的墓葬 著名学者王国为当时也参与了考证 但因为没有出土证明墓主身份的物证 猜测一直无法得到证实 公元前一百二十二年 病重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 自治疆不久于人世 所以赶紧派人到长安传信 给汉武帝当宿位的儿子赵英奇 赵英奇于是向汉武帝请假 回到南越国 同年赵胡病死 赵英奇继王位 第三代南越王赵英奇是个暴君 自一杀人不讲人证 只当了十来年君王就病死了 那么香港山发现古墓的主人 会是赵英奇吗 1983年5月 香港山发现古墓的前一个月 考古队在广州市西村 一个名叫凤凰港的山港 就发掘过一座南越国的贵族大墓 很多人推测 那就是赵英奇的墓葬 而那座巨大的古墓 已被严重到老 墓室也被洗劫一空 细心的考古人员 却在墓室中部发现了一个倒洞 倒洞中竟发现了 二十余件精美玉器 有碧 黄 武人 龙形配饰 虎形配饰 剑阁等 这批语器制作极为细腻考究 应是南越国王室工匠之杰作 后来有专家考证 西村凤凰港墓广墓 很可能就是当年孙权 派人来广州倒派的 第三代南越王赵英奇的陵墓 南越国第三代领导人 南越名王赵英奇 也就是赵头的曾孙 在长安当宿位时 娶了一个姓鸠的美女 生了一个儿子叫赵兴 后来赵英奇去世 赵兴继位 成为南越国第四代领导人 赵兴虽成为一国之君 但他却胆小怕事 所有事物基本由其母 九氏决定 公元前113年 九氏与汉朝使者安国邵纪私通 谋划南越国归属大汉 而南越国的三朝元老 丞相吕家得知此事后 极为愤慨 他号召全国为国除奸 率领人马冲进王宫 杀死纠太后 安国少纪以及国王赵兴 并拥立赵英奇的另一个儿子 赵建德为第五代南越王 汉武帝震怒 以免下令后葬纠太后母子 以免派出五陆大军直扑南越 只用了一年多就擒杀了旅驾 还顺便把南越一带的其他势力 全部收复 至此一度雄霸中国南方的南越国 消失在令氏的昌河中 他历史93年 经历五代国王 那么香港山发现的墓葬 必定是其中一位国王的 那么他究竟是哪位国王的呢 一座石山被削平 却惊现一座古墓 在此之前呢 我们管是没有发现过 这样大型的汉墓 考古现场发现地印 一代国君浮出水面 这个经历 印为的是什么 这个印可能就是能够反映墓主的身份的 他是秦始皇的贴身侍卫 被围以重任平定领南 他身为一个小小的县令 却摇身一变成为国王 他身居湖口67年 却总能化险为夷 一个古国的兴衰是五代国君的密室 消失的古国 南越国 1913年在广州东山归港 发现疑似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的墓葬 1983年5月在广州凤凰港 发现了第三代南越王赵英奇的墓葬 由于第四代和第五代南越王 在位仅有一年 根本没有时间建造自己的墓葬 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南越王 有可能已被发现 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 最有可能是南越王赵陀 要切开墓主的神秘面纱 就需要在主观室找到这位墓主人 但是当考古人员清理完了前室 以及东西两边的尔室 要进入墓主人的主观室时 却怎么也打不开那扇紧闭的石门 当时说看到那门的有个铜环生锈了 有些同志说我们喷点气锈的药水吧 看看能不能动 就喷 喷了一天 那气锈的药水对那个铜环 一点作用都没有 还是推不开 门的斗啊 门斗啊 那个钻竹啊 是铁的 而且银生锈了 它根本转不了了 那门是打不开了 考古人员很清楚 这是一座王侯级墓葬 里面一定存放了很多珍贵的文物 而这些文物就在石门后面 如果强行打掉石门 必然会破坏文物 一时间考古队员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下手 我们后来发现它的门槛底下是离的 没有铺砖 就在底下挖了一个孔 我是最小啊 我就躺着 就慢慢慢慢挪进去了 顺着挖开的地洞 考古人员进入到石门的背后 当他们想从门后打开这道石门时 却发现了一个奇特而巧妙的机关 为防止墓葬被盗 墓门精心设置的防盗机关 考古学家称之为顶门器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 顶门器由五块石头做成 其中两块是固定的 中间三块是可以活动的 当门关闭时 石头翘起将石门顶住 外面的人就再也进不来了 由于经历几千年侵蚀击押 即使解出石门的防盗机关 石门还是无法打开 这时有人建议从墓室的上面着手 将顶盖板揭开 而这样做会冒很大的风险 因为如果顶板碎裂将砸坏里面的文物 基本上的顶盖石没有断 还可以坚持 据说可以进去 据说不接顶盖板可以进去 那这样的话呢 下面就是个问题了 如何进去 广州的园林局有批打石工人很好 他们的技术很高明 我们就把那些打石佬请来了 打石师傅 那个陈师傅带了几个人来看看 他说我们有办法把他打开 靠国人员请到了广州市园林局 施工队的师傅们 他们在保证木门完好无损的前提下 打开了这扇通往主观室的墓门 石门打开之后 靠国队员们如愿以偿地 进入了墓主人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寝宫 历经千年的心事 墓主人的官国已经腐朽 留下来的是一堆凌乱不堪的物质 黄淼璋观察这些地面遗骸 发现了一件与众不同的玉片 玉片呈方形 长四厘米 宽三厘米 它质地圆润 并且在四个边角的位置都有圆孔 这些带孔的玉片有何作用呢 黄淼璋俯身仔细观察 在地面上又发现了更多的玉片 看到这样的现象 黄淼璋脑海中闪现了一件器物 这很有可能是金铝玉衣 闪落的玉片 闪落玉片 一看我们从我们的考古之间来说呢 这肯定是墓主穿了玉衣的 我是没有见过 反正广州的考古队都没有见过玉衣了 没有发现过这是岭南第一套 隋葬玉衣是最高等级的葬礼 没有朝廷的许可 即使地位很高的官员也无法享用这个特权 据史料记载 汉代天子和诸侯死后都要穿上用玉片连坠而成的脸服 来说也是很宝贵的东西 他也不是说你什么人都能干嘛 只有帝王 一般只有帝王 他才能够拥有这种去做个玉衣的这种资格 既然香港古墓的主人以玉衣连葬 其尊贵的身份不言自明 除了南越王 谁会有这样的气派 汉代的玉衣分为金铝银铝和铜铝三种 分别用金银铜线连坠 用于区分主人不同的身份等级 但是玉片怎么分级别呢 我看怎么 玉片因为它本身一个小片一个小片 想做这种衣服的脸呢 我拿金丝脸的是第一级 拿银丝脸的是第二级 拿那个丝 就是蚕丝脸的 这是第三级 南越国虽然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地方王国 但它的理智完全仿造中原的汉室 但是香港山的古墓玉衣却是一个例外 它没用汉朝的玉衣中常用的金银性连坠 而是用丝铝制作玉衣 墓主人会是南越王赵陀吗 他为何会采用这样的丝铝玉衣下葬呢 靠国人员在随后的发掘中发现 墓主头部放置金钞的金钩玉事物 在玉衣的面罩上还放有透雕龙门玉壁 透雕龙凤门重还玉佩 关国内还放置了许多精美的玉器 当靠国人员清理这些玉器时 一个重大的发现吸引了现场所有的靠国人员 这是确定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